我們今天要來開這個 Sticker Studio的GK 大家好我是阿燕 我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那個 精藝能天使的GK以後 我們今天要來看另一家 這個叫做Sticker Studio的 這個網路上好像叫它什麼 宇宙騎士WO礦塔 就是量子鋼彈的 Quantum System的一個特殊裝備吧 這個是它的那個外盒風 它就是包著這個塑膠盒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開盒看看 這個它這個還有給一個 這種外想 其實還蠻有趣的 好 我們先來看看 哇這個 有點宇宙騎士的感覺 旁邊的東西掉出來 這個感覺很不錯 給大家再多看兩下 底下寫19320是什麼意思 2019年3月20號嗎 這個 背面 這個 Sticker Studio 然後裡面的附件有附這個 亮晶晶的這個貼紙 還有附這個石刻片 這個鋼混的石刻片 鋼混的水貼 鋼混的石刻片 好我們來看看說明書的部分 哇這還有寫故事 這好像是之前某一年出現的那個 GPWC作品之一 哇這感覺好像很厲害 聽說這全部都是3D化的 真的是蠻特別的 所以這個配色就讓大家聯想到宇宙騎士吧 就是這個作品 最終的初級是吧 看看還有什麼比較有趣的部分 它這個鍵跟以前兩年開箱的好像一樣都是重新設計的 這些部分是兼用的 就是用原本的 那看來其他都是全新的吧 這些其他像樹脂顏色這個 看來都是全新的部分 整個完全都不一樣的造型 這是3D圖啊 所以真的是全部重畫的 哇這個感覺 GK就是這個感覺 這種比較讓人覺得有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這個鍵也是新的設計 這還蠻有趣的 我們看人家怎麼重新的設計 鋼彈 3D圖啊 設計的似乎是挺不錯的 哇還用到螺絲 算是還蠻厲害的 整個比原本的量子鋼彈高了一個頭啊 看看這個感覺啦 哇後面還有這個GN戰機 這看來也是有鮮化圖的 太厲害了 還兇猛啦 這個是前面那個地台 這3D的功力真的是厲害 然後還有那個殺人小極限 OK 看看零件的部分 這個是透明零件 這應該是特效件之類的嗎 哇這個都好銳利喔 不愧是GK件 它真的是翻這個有點橘色的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這透明件拍不清楚啊 也是那種比較銳利感的 這個關切零件嘛 這個關切零件嘛 黑色的 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 這個是螺絲跟一些零件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這個真的要製作才能知道實際上的樣子 哇也是密密麻麻的零件耶 好多喔 太沾 好 就是這樣一包 那我們就先把它收起來 這就是宇宙騎士的一個姿態 把他混 對東西沒講啊 把他混 GN戰機有講嗎 有啊 後來才會出 有確定要出了 不是 一定比本體貴啊 因為 怎麼看都比那個 本體量多吧 這種東西也是秤重賣 不知道耶 這個GK的話應該超級貴 如果就是GN戰機直接出 敲完喔 敲完 你也不會做喔 有機會的話是真的很想來做一下GK 那如果有什麼想法 記得留言告訴阿彥 或是想看哪一支GK的製作 也歡迎 討論一下 敲個完 OK 那我們就下一支模型影片見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那也別忘了訂閱阿彥的頻道 看更多模型相關的影片 我們下一支模型影片見 大家掰掰 太帥了 太帥了